2012年开始吧,应该是 2012年到2015年之间 海外的法轮功全面收集 全面收集 全球法轮功学员的 身份证件 包括你的中国护照 你的国外护照 你的国外身份证 就在加州 现在的理由府 美西南法兰大法学会总负责人 让他们那的那些学员呢 不但是把这些信息全都交上去 还要站在白墙前面 正面照相,侧面照相,耳朵轮廓全给你照下来 这是海外干的事 国内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国内在发生的事情是中共正在建立法轮功人员数据库 这两件事是几乎同时发生的 几乎同时发生的 我在我的多期节目里 问师傅 我说我作为被您收集 个人信息的这个一个人 我觉得我有权利去提问 当年收集的那些全球法轮大学员的那些个人信息 存放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人看过 生命期是什么 谁访问过 安全措施又是什么 您打算什么时候 把这些数据 行话 decommission 就是说 给他 不再让他服役 这些我们是需要知道的 但是到现在 我没有从师傅 和那个 法轮功的这个管理层那得到任何的回应 那么我就想 想当年审罪用600多人到1000人他手下的人换了他的一条命 而且保他一家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荣华富贵又是什么那个 又是那个 政协委员那他女儿也应该也入党当官了吧 而被他出卖的那些 大小特务 那 青海的那个那个那个老改农场或者什么 你又饿的吃你身边那个已经鲜死的人的肉啊 是吧 那么与此同时呢 在2000 致迟 从2015年 10月份开始 这个大纪元就开始登这个赤裸裸的肉麻的捧席文章 习近平渴望什么青史留名什么的 那仅仅是在 2015年习近平倒行逆施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 而实际上法轮功内部开始传什么习近平的姐也也练法轮功 习近平的妈也练法轮功 彭丽媛也练法轮功 你知道吗 所有的这些谣言 在我看来 源头都是师傅 而师傅呢 通过用这种谣言的方式传出来以后自己又不负责任 在法轮功里营造出一种非常狂热的捧席的 气氛而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反对 我说不应该这样 所以 2012年到2015年中国 建立法轮功人员数据库 外国 法轮功群体全面收集了一些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 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包括当时那个 正面照错面照这是在美西南 法轮大法佛教会 管辖下的那些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然后这些数据没有那个什么 如何使用如何保存 谁访问过我们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从2015年开始 公开的去捧习 一直到 最近习近平 到了那个什么 到了那个 这个 旧金山 就在这时候 尽管 法轮功的 这些个个在外边 好像全都是个人行为的这个媒体大V 媒体大V呀 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骂习近平了 但是 在旧金山 法轮功学员 他们 要去 习近平 就是出现在他们那块现场的时候 内部是只允许打法轮大发号 而不允许有任何 去批评习近平和县政府的这种标语 而且呢 谁也要想参加 如灵大敌 要检查你到底是不是老学员呢 你到底这个这个对法务的透不透啊 是不是 主佛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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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的 这个意图你到底跟得上跟不上啊 你是不是啊 你你你你一去那喊打倒习近平 那我们整个法轮功 这个这个 就被你代表了 那那是不行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说从 2015年到2023年长达8年的时间之中 实际上法轮功层组织上 从这个体制上面 是捧习近平的 那么这一切 我 都在想啊 师傅会不会拿我们这些人的这个个人信息当作一个投名状 去换取 他个人的一些 怎么说呢 被招安呢 我在我在想这个问题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的节目不少是给 新新观众就是谈 就是从那个收入来源谈起这个 我之所以这个事为什么和收入来源有关系呢 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名单如果你是共产党你会拿多少钱买呢 如果你是共产党 你会拿多少钱让海外最主要的这个反共群体 以一种实际上完全无效的方式反共呢 共产党有句著名的话叫你反共不如我反共 台湾黑熊学院那个沈柏阳 他在讲那个中共这个网军怎么左右那什么的时候怎么左右台湾台湾政治舆论的时候 就是 脸书上的一些支持赖清德支持小英 就是那个 蔡英文的那个群组全是中共网军设置的 开始不停的挺那个他们然后逐渐逐渐放一些消息 我就是说法轮功的这些 讲的这些什么这个好像是 像那个张天亮嘛他讲那个什么历代中意呀什么这那的 说说说这个秦始皇大一统又是特别好了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等等吧就是就是就是谈这些事 逐渐逐渐开始 夹杂这些 那个就是从师父那传下来的私货的时候 而师父那边和共产党到底有没有交易呀 在师母去那个那个 训斥恐吓这个神韵演员的时候说 共产党把我们骗了因此我也信不过你 我非常想问我这个这些话我才以前节目都做过我非常想问师母 共产党在哪些身上把你骗了怎么骗呢 以至于你如此的沉痛的说共产党骗了我们因此我也信不过你 你和共产党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所以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要真要探讨法轮功这个资金来源呀 我觉得共产党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来源 如果我是共产党 我就愿意花大钱 砸在一个 就是说 完全成不了事的 然后又占据反共主要声量的群体上面 这个真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这个钱会是多少呢 我觉得 如果有这笔交易的话 我还是说的如果有这笔交易的话 什么Covid那套许那2200万美金 那都是小数目了 我觉得是 是不是2200万我想的 我不知道 所以呢就是说 你考虑这个问题呀 你需要一个思考架构 不是说我有一想法啊 就是利益分赃不均 就是分赃不均了 所以我始终在强调就是说 你观察世界思考世界呀 你需要就怎么说呢 你需要基于事实 你需要基于事实 你可以提出观点 但你的观点需要经得住质疑 是这样吧 需要经得住质疑 所以呢 面对事实和提出高质量问题 这个呢是我 一直在我的节目里边就这么 反复强调的 反复强调的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